第七百二十三集 好如居然融入了其中 嗯 方寒立刻打出了首诀 他的纪元之书乃是本命核心 绝对不能够让一蕾沾染 你不必震惊 我以我身为纪元之书 谱写如道之文明篇章 大儒在书中道 从此之后 如道之文明必将不朽 我等了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 这也是大义经的最后归宿 而等世子舍生取义 为菩萱如道之文明 大儒发出了召唤 立刻之中 这座书院中的所有世子 全部都化为了一篇篇的经文道理 融入了纪元之书以内 那如道之篇章 越发的璀璨光明起来 居然超越了所有的篇章 方寒看着纪元之书的变化 心中快速推算 身体的力量也节节攀升 这大儒虽然不是修士 是一尊圣灵 但是实力可以堪比高深的原先 本身对于儒道的领悟 更是秉承了儒门天军的意志 一下自动融入纪元之书中 简直使得儒道文明史的篇章 直接晋升到了第一页 成为诸多文明之首 当然 方寒也直接就得到了这尊老儒的全部力量 这些儒门众人 真是不可思议 舍生取义 为儒道文明谱写篇章 就要融入我的机缘之书中 莫非是一个阴谋 我得好好探查一下 面对机缘之书核心出的问题 方寒丝毫不肯放松 闭上眼睛 全力镇压力量 原始之气 化为火焰燃烧着 他全身起火 机缘之书不断旋转 那第一天的神族文明 已经完全被儒道文明替代 翻开第一页 就可以看见 无数的世子大儒 在虚空之中 讲解人意道德 教化万物 浩然正气 滚滚而至 方寒的精体神国之中 也充满了浩然正气 大刚至中 猛烈勃发 镇压万邪 这儒门的刚气 比佛门更为克制邪魔 方寒小心翼翼地运转着 神念渗透进入纪元之书中 不停地和那老儒交流 甚至用魔的篇章 来尝试镇压 不过 越镇压 那儒道文明更加的璀璨 字字珠积 大放光明 不过这种力量 对于方寒来说 可以控制 可以掌握 似乎是越强越好 居然有这样的好事 老儒书妖高手 自动融入纪元之书 为方寒增加力量 方寒简直不敢相信 不过直到最后 如道文明篇章最终定顶 没有出现任何端倪 他这才站立起身来 望了望四周 整个书院之中空空荡荡 没有一个世子 站立 再次 倍数提升 他随意运转纪元神拳 就发现 这一下练花 站立可以发挥到达最大的十四倍 又增加了两倍 纪元神拳越到后面 增加的站立越难 到达这种程度 就算再增加再度的文明史 也不能够提升站立倍增的极限了 这一下增大到十五倍 完全是老儒的绝世力量 一团浩然大纲 在儒道文明的篇章中流转 这一团大纲 是老儒所化 足可以媲美原先 但是方寒现在的境界 还不能够完全驾驭 运转起来 有些晦涩 很好 机缘之书 现在真正变得强横了起来 只要我再度磨练一耳 就可以彻底熟悉的如导文明 到时候 原先都可以直接对抗 甚至击败 击杀 方寒想到 准备再次深入 寻找更为强大的书妖 但是 就在这一时 突然 他推算了一下时间 三天居然就这样过去了 三天时间已经过去 就在他稳定 机缘之书的过程中 悄然流逝 是给他出关的时候了 不知不觉 三天时间就到了 方寒这次进入水月洞天书库之中 收获巨大 把机缘神拳再次蜕变 化为了机缘之书 凝炼出多个文明史 这一门拳法 随着他的境界提升 也会水涨船高 最后很有可能 超越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当然 这必须使得他的境界 到达先王的级别 吸收了诸多书妖 机缘之书本身 就是介乎于一件 似法宝 非法宝 似神通 非神通的奇妙存在 力量巨大 尤其是最后那本 儒门典籍 大义经中诞生出来的 书妖大儒 刺动融入了书中 使得这本书本身 就接近了原先的实力 方寒把这本机缘之书的力量 和自身晶体神国结合 每一位晶体神国之中 都充满了儒门的浩然大纲 充塞天地 灌注草木之中 镇压诸多邪魔 现在他的实力 自己都不知道有多高了 不过 就算是遇到原先 绝对不会怯察 先人的境界 一重比一重艰难 到达最后 越级挑战 变得近乎不可能 金仙不可能战胜祖先 祖先更不可能战胜原先 但是方寒现在 却再次打破这个常理 让天下之人都震惊 原本他的实力 就已经强横的不像话 现在更是比进入始约 洞天疏苦之前 要强了接近五六倍 在纪元之书凝练出来 儒道文明的刹那 他体内的祖先法则 再次暴涨 从原来的一千道 足足增加到了五千道 都是那大儒 融入其中带来的 大义经 乃是儒门天君的首高 其中天君的精神意志 可以随意转化为无穷法则 老儒是秉承意志而诞生的 融入了其中 立刻就和方寒的祖先法则 水乳交融 壮大了自身 现在如果是新皇圣子 那种级别的高手再来挑衅 方寒几乎是相隔一个大周 吹口气 就可以把他隔空 直接击杀 如此实力 感受运转着新增加的 儒道文明篇章 还有那大儒融化的惊喜 方寒心中 还是有几分喜悦 那老儒深不可测 却自动融入纪元之书 肯定蕴含深意 否则的话 不可能就这样真的舍生取义 混乱天君都庇护我 说我将来 有可能是他的希望 这其中的关键 值得推敲 也许这老儒 秉承上古儒门天君 大义如亡的意志 也东心了某些关键的东西 这些大人物的算计和布置 实在是太过巧妙 以我现在的境界 根本无法推算出来 还是算了 出去再说 脉步就要出了水月洞天 突然 方寒心思一动 把手一抓 体内三十三天至宝的总章 至天门中 一条人影 被抓了出来 这条人影 正是太一门的魏东升 本质上 却是颜 方寒 我现在修炼 已经到达了金仙绝顶 可惜 迟迟不能够修成祖先的见解 颜盘膝端坐 双目之中 一条巨龙 奔腾穿梭 末日战龙似的 冲击向天雄中的大日 无妨 我刚才得到一个奇遇 融入了天军精神诞生出来的疏妖 实力增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现在 利用那团炉门浩然钢气 为你冲关 也算不了什么 你晋升到达祖先之后 我传授你头天之道 你真正的和魏东升的躯体结合 利用转世头胎诀 就可以进入台阴门中 按照计划形式 寻找华天都 华天都 这个小人物 你寻他干什么 就算他尽有天界 现在最多的修为 也不过就是玄仙道顶了 你吹口气 就可以把他化为灰烬 倒是淹水天 有可能真的是被永恒天君 认作了异语 这件事情 得好好调查一下 不 华天都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施展出周天以来 居然推算不出他的所在 这非常不合理 如果他只是小楼一般的修为 那不可能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这就说明 他被天界的大人物所收纳 改变了他的命运 甚至还有可能有另外的习语 而且 我在观察与华门祖师 华天君的神像的时候 居然会心血来潮 想起华天都 以我现在的修为 任何一个念头 都不会无敌放食 绝对蕴含了天道智力 可见 与华门的开派祖师 华天君和华天都 都有一些关联 甚至那华天都 就有可能是华天君的转世之身 不可能吧 天君转世非从小可 在世俗之中 都能够很快就修炼成仙 怎么可能会被你打破 那像一针 号称夜地转世 但其实我看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可能是夜地的一门神通转世 或者是夜地的一丝气息而已 真正是夜地转世 早就修为霸道天地了 你看方清许就知道了 虽然仅仅是 殿不天君一丝真灵转世 他的实力 比你提升的还要快 华天都此人 身上秘密很多 查是必须要查的 而且 我随着修为的精深 发现很多老朋友都在天界 那天庭的沙漏之子 很有可能就是孟少白 这些人 都是大有来头的 现在你的周天怡 竟是为了上品仙系 能不能够推算得出风白雨 玲珑仙尊他们的消息来 还有人黄笔 亲魔老人 赤原魔尊这些人 都不失善为 来到天界 肯定会突飞猛进 如果能够和他们联合 咱们的势力 就大了许多呀 言道是有些怀念 世俗之中 造化门的威风 在世俗之中 方寒降服魔宗和仙道 组成造化门 雄霸世间 所向无敌 但是现在 来到天界 却成为了一个小人物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够重新找回 在世俗之中 叱咤风云 天地无敌的感觉 玲珑仙尊身上 有鸿蒙道人的传承 真正的鸿蒙密葬 在天界之中 他们如果飞升了 肯定会得到 鸿蒙密葬的传承 不会弱小到哪里去 绝对不会成为小人物 鸿蒙道人 布置下来的棋子 我推算不到 他们的命运 被人扭曲掩盖了 说话之间 方寒突然一掌打出 一股浩瀚的祖先法则 进入了盐的体内 立刻 盐就全身钢气凛燃 浩然正气 化为白光 冲销而起 化为了无数经文 贯穿周身血脚 精诺 无数的原始之气燃烧 被打入了盐的体内 方寒在没有融和老儒之前 是没有这么奢侈的 为盐帮助冲冠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祖先法则雄浑 随意拍 就等于是一个 新皇圣子的力量 被打了出去 砰砰砰砰砰 足足三十六道爆炸 传递出来 盐附身的那个 魏东升的躯体炸开 化为蠕动的血肉 然后再次重新组合 一个新的魏东升出现 气息更为完美 那气息掩盖住了盐的气息 不应该是盐 脱胎换骨 好 方寒再次大袖一卷 把盐重新卷入了制田门中 慢慢平复气血 等出来之后 就是无上祖先 他大步一踏 就从水月洞天书库深处出来 到达门口 推开了沉重的石门 从书库中走出 踏之 石门被推开 门口的两个守护书库的老者 睁开了眼睛 看见方寒从集中走出 开始还只是点头 但是越看越惊讶 因为他们发现 从中走出来的方寒气息深邃浩瀚 好像经历了无数个上古文明式的存在一般 就好像是亘古长存的天道 永远俯视万物 观看日月崩灭 天地消长 两个原先级别的老者 脸上都显现出了一种恐惧的神色 这种气息 他们从一些圣人身上都难以看到 只有在一些天君的画像 还有羽化门祖师画天君的神像面前 稍微感觉到过 此时方寒身上的气息 等于是活了很多混沌纪元的天君 光是气息 就可以让人不战而退 咦 一个老者迟疑道 这 你就是从书库中 待了三天三夜 怎么就气息变化得如此强大 脱胎换骨一般 你提升了境界 不 你还是祖先的境界 但是这个气息 另外一个老者 目光淋漓起来 也没有什么 我在书库中 斩上了一些强大的书腰 把书库清理了一遍 同时把自己的倒数 重新梳理了一遍 又有新的领悟而已 方寒微笑道 这三日的闭关 我祸以良多 倒是要感谢两位 来日 必然有好处 在方寒说话之间 其中一位老者 一直点出 只见一道剑芒 吞吐不定 洞穿时空 凝固现在 集中于一点 好像天元一击 对着方寒的眉心 侧杀而来 那剑芒 看着好像乌龟一般的缓慢 但其实是快如闪电 面对这一道剑芒 方寒的神念中 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味道 这就是原先的手段 所有法则归原 化为无上原点 力量凝聚 洞穿天界的虚空 弹指之间 洞穿一个大洲的距离 遥空杀人 祖先的力量 还没有归原 还是散乱的 只有到达原先 所有的力量 才会真正的无穷凝联 化为原点 类似于天元一击 这一击 以祖先的境界 根本难以抵挡 剑气到了方寒的眉心 深深的杀鸡 把他的头发 都吹得飞了起来 吃辣 方寒的眉心 也出现了一道剑光 这剑光不是剑 而是一片浓缩了的剑道文明 把这一道剑气 直接就吞了进去 剑之文明篇章 从方寒眉心中涌出 吞噬了原先老者的那道剑气 这是 原先老者猛的一下站立起来 他刚才只是准备出手试探一下 方寒到底修炼到了什么程度 却没有想到自己苦练的剑气 被一天文章席卷 就交世无踪 再也收不回来了 他深深知道 自己这一剑有多么厉害 归原一点 力量凝聚 一般的祖先 只要挨上了一下 全身立刻榨成粉末 尸骨无存 魂魄消散 但是现在却被人用道术克制 那一天吞噬自己剑气的文章 他仔细地看清楚了 是一卷史诗般的文明 阐述剑道 他就看了一眼 立刻就差点迷失进去 其中的剑道文明是流淌着 如果观看了 肯定对于剑道修为 大有弊意 这是什么道术 居然能够吞噬原先的剑气 另外一位老者也站立起来 这是一篇剑道的文明史 古往今来 所有玉剑 炼剑之道 都记载了其中 包罗万象 刚才你的那道剑气 融入其中 补充了新的史诗文明 对我避意不小 方寒微微一笑 二位 觉得如何呢 怪胎 你真是一个怪胎呀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长迁玄幻小说 永生 第723集 是由陈颂无声 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